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聊美国强迫资金跳动出售TikTok 咱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事件看到中美在舆论方面的一个不同之处啊 咱们也可以看一看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它到底是什么 咱们今天也会聊一聊美国为什么一定要跟TikTok较真 咱们可以看看海外媒体的一个表现 海外媒体那种考验智商的那种表现就可以得到美国人为什么要跟TikTok较真儿的一个原因呢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啊 美国现在这一轮针对TikTok施加的一个压力 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它的目的也挺简单的 不过呢咱们先看一看 这个事件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首先啊 这是美国的众议院啊 然后高票的通过了 要求字节跳动 六个月之内要强迫你出售这个TikTok 对不对 美国的众议院使用啊 这个法案的这种形式啊 要求啊 字节跳动 你把TikTok给我卖了 你要不卖的话 我就要惩罚你 你未来不能够在美国进行运营啊 然后美国总统拜登称啊 如果这个法案在参议院通过了 然后我拜登肯定会签字通过这个法案 对不对 也就是啊 我拜登要坐实这个事情啊 然后呢 参议院放出消息啊 参议院那边有人提出啊 然后我要修改这个法案的这个内容啊 对于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 我们参议院不见得那么十分的一个满意啊 总而言之 但是这个这个消息吧 进展到现在大家看到了一个非常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 大家会考虑啊 这个议案 这个法案能不能通过 但是的话 从拜登的角度上而言啊 看起来拜登是十分的希望这个议案通过 但是我先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啊 美国这一次给出的理由是什么 之前大家记不记得美国对着这个TikTok施压 称这个TikTok上面有很多啊 不利于未成年人的一些消息 所以说呢 TikTok太坏了 所以说我们啊 要给这个TikTok施压 但是在这一轮里边 好像美国人没给出任何的理由啊 大家也都知道啊 美国啊 这个开这个听证会 给这个 给这个TikTok的这个CEO吧 这个新加坡人周壮兹 开的那个听证会 好几次了 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笑话 最近的笑话就是 对不对 你到底是不是个中国人 你跟中国有没有关系 反复的问 跟自己是个傻子一样 但美国的这帮政客 为什么表现出这种形象 而且到现在为止 又想要针对TikTok施压 但是他又给不出什么样的理由 不给理由 他还要施压 对不对 而且表现出来的态度 美国总统表现出来的态度 就是只要通过 我就签字 这个方案 我就是支持的一种态度 美国人到底在干嘛 其实原因很简单 今年什么年 大选年 大选年的话 美国想要干嘛 想要操纵舆论 然后的话 尤其是执政党 然后能够拿到 TikTok的一些操纵权 或者说能够获得一些 针对对TikTok产生 产生影响力的一些手段的话 TikTok上的内容 可能就会有利于 美国的执政党 民主党 也就是有利于 拜登的这个大选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一轮美国人看起来 对着这个TikTok 这个山雨欲来 风满楼 就是这种表现 为什么 而且还不给理由 而且表现的特别的一个魂 归根结底原因 要对TikTok产生影响力 对不对 不过咱们回头讲一下 美国人之前 给TikTok扣上那顶帽子 什么针对未成年人 非常的一个不利 有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信息 在TikTok上面传播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 对不对 你美国的什么这个X 也就是推特上面 那种不健康的信息 可多了去了 我相信大家也都了解 你美国人为什么 不对这个 不对这个推特啊 产生什么一些制裁呢 为什么不强迫马斯克 把推特给我卖了呢 为什么要针对这个TikTok呢 其实美国人 现在做的很多的事情 其实都是啊 没办法自圆取说的一个状态 不过呢 从现在这一轮来看 像拜登啊 民主党想要产生的一些效应 归根结底 就是要对这个TikTok产生影响力 哪怕不能够啊 逼着这个字节跳动 把这个TikTok卖了 他起码也要掌控一些 TikTok上面传播的一些 不利于啊 共和党的一些内容 有利于啊 民主党的一些内容啊 这就是他的一个目的 其实如果真的是 逼着啊 字节跳动 把这个TikTok给卖了 其实对于民主党 也不见得是个好事情啊 毕竟TikTok上面啊 有1.7亿的美国用户 大家也都知道啊 最近啊 因为TikTok上 TikTok啊 发了一个所有用户 都能够看到的一些消息 号召TikTok的美国用户 给美国的这个议会打电话 美国的一众的啊 这种议员都接到了很多啊 美国人的这个电话 抗议的电话呀 对不对啊 我认知吧 如果说美国真的是逼着啊 这个字节跳动 把这个TikTok给卖了 到最后 民主党会被美国的年轻人 给恨死啊 大家对于啊 美国两党的政治环境 有所了解的话 大家都知道 民主党其实 其实是比较得年轻人的啊 这样喜欢的一个政党 共和党呢 是啊 无守年轻人待见的一个政党 但是的话 如果说啊 你民主党对于TikTok动手的话 那美国的年轻人 可能会背叛民主党 其实对于民主党的选情并不好 所以说呢 讲到这儿 大家就明白了 美国人这次强迫 自己跳动 出售 TikTok这个事情啊 美国人估计是做不成 那么 那民主党想要做的是什么呢 对于TikTok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吗 让TikTok上面传播的一些消息啊 对于美国人要尽量有利一点 对于民主党要有利一点的 有利的是那个大选 不过呢 咱们也看到了一个现象啊 那就是啊 民主党为什么就跟这个TikTok没完没了 对不对 一直以来要对这个TikTok施压 好像这个TikTok出现了什么样多大的一个问题一样 对不对 那美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的抖音啊 的美国版TikTok一定要在这较真呢 其实这就是舆论了 其实归根结底啊 美国所主张的什么言论自由啊 新闻自由啊 大家就可以把它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对不对 虽然说啊 这个TikTok不是个媒体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社交软件 现在也可以被称作社交媒体 因为大家传播的是什么 传播的是消息 传播的是大家对于某件事情的一个评论 美国政府是不允许不受自己控制的媒体 然后在这个美国进行传播的嘛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所谓的新闻自由是什么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美国的媒体 然后跟美国的一个关系啊 之前也跟大家聊了嘛 海外的媒体跟美国的一个关系 海外的媒体不仅仅是啊 美国的媒体 他也是啊 很多的什么像英国的BBC啊 英国的路透社啊 这样的一个媒体的一个集合啊 美国可以对于这种海外的媒体 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影响力啊 然后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为什么说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言论自由 新论自由 然后的话 其实是假的呢 它是不允许一般老百姓发声的 你像什么TikTok这种啊 这种软件吧 这种社交的软件 它归根结底是反映了 一般人到底是怎么想 一般人能够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 如果他说的话 符合其他人的那个心意 他他所说的话就会被传播呀 这种传播的方式 其实美国人对于美国政府而言 已经来到了一个不可控的一种状态 其实媒体更加的可控 美国看起来在哪 给你标榜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但是的话 媒体那都是数得出来的 总共就那几家 对不对 想啊 政府想要控制这些媒体 那太简单了 不管是从钱的角度去控制 还是从人的角度去控制 他的难度系数 其实非常的一个低呀 所谓的新闻自由 是我允许你有这种自由啊 讲到这儿的时候 我相信有些特别可爱的一些同学 可能会出来反对呀 那你老五的意思就是 中国比美国好 是吧 说美国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新闻自由 你中国有吗 其实这就是玩法不同的一个地方 之前我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 也就是啊 很多的同学都熟知的一个消息啊 叫鼠头鸭脖 对不对 鼠头鸭脖这个事件 不仅在中国国内传播的那 每一个人几乎都要知道了 海外的媒体也是帮着传播 总而言之吧 海外的华人 然后的话 中国国内的自己人 大家都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 然后大家知道 就这个消息 为什么对于我来说啊 然后的话 它有意义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嘛 鼠头鸭脖的这个新闻的一个起源 其实就是一个大学生 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传的满 互联网都是 各个媒体都在转发 各个媒体都在评论 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 然后的话 可是这种消息 大家发现 在美国是几乎没有的 一个大学生 拍了一张照片 反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这个事件就成为了啊 所有的美国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 你几乎是找不出来 可是在中国现在 这种事件层出不穷 一个普通人 一段视频 或者一张照片 他就能够成为全互联网 全中国互联网 都都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 大家没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 美国那边 为什么这种事件比较少 其实原因很简单吧 你是没有办法跟这种大企业 顶着来的 在美国 对不对 然后不说别的 你拍这张照片是真是假 你所说的话是真是假 对于那些企业 没有多大的一个关系 只要证明你给我这个企业 造成了损失 我就可以使用律师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大型的大型的律师团 对于你开始 对不对 告你啊 把你告上法庭啊 我让你交律师费 对不对 都都得耗垮了你 你一个大学生 你有多少钱 你跟这些企业斗 对不对 这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原因呢 美国的所有的一 所有的这个法律的系统 其实保障的是什么人 保障的其实是比较有钱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 辛普森啊 看的还不清楚吗 你有好律师 你有好的律师团队 对不对 你有钱 你就可以把自己啊 从一个有罪之身变成一个无罪之身嘛 明明全美国人都知道辛普森就是杀了人了 对不对 就是杀妻 然后结果呢 到最后落得一个无罪的收场 为什么会无罪呢 好的律师一般人他请得起吗 一般的老百姓请得起吗 你一个大学生拍了一个视频 拍了一张照片 你给一家企业造成了损失 这家企业来啊 本来上诉你 来起诉你 把你告上法庭 对不对 你能请得起多好的律师吗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能够啊 能够少一事 那就要少一事 就是这种结果嘛 对不对 大不了这个企业赔你200块钱 你别发了 把你的这个照片给我撤了 要不然你告诉媒体 你说的话 哪哪哪有问题 让这个事情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就没事了 如果你造成的这个影响 对于我这家企业 造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 弄死你 你知道吗 赔死你 花钱也得 也得把你花到穷 让你这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所以说美国这种事件会特别的少 而且最近啊 国内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其实跟那个鼠头鸭博比较类似啊 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相关于小米嘛 小米啊 坐的那个新能源的电动车 然后导致到这个事件 导致小米到现在啊 然后都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就是啊 公布自己的一个售价 卡在这了 小米给难受死了 这个事件的一个起源 其实是啊 这个国内抖音上面的一个网红 这个网红本来是一个啊 聊足球的一个网红 结果呢 然后因为啊 这个聊了这个汽车 导致啊 他这个受关注的程度 蹭蹭蹭的往上去涨了 这个网红仅仅只使用几个视频 就导致小米那边 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这个网红归根结底 他对于小米啊 造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意见 很简单 那就是你必须得便宜 君儿 对不对 君儿啊 你这个小米的这个汽车 你必须得便宜 年轻人的第一 第一辆汽车 对不对 你要卖贵了啊 那我们就不买了 君儿 你没良心 对不对 君儿 你这 君儿 你那 总而言之啊 使用了一种比较赖的一种手段 对于小米产生了一个影响 小米那边也想反击 小米那边跟这个网红 也有所联系啊 可是呢 这个网红根本就不听你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总而言之 我就是要骂你 那这两边谁更有道理一点的 其实我认为小米更有道理一点 一个网红你啊 希望这个小米的汽车卖便宜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人家不卖便宜 也是人家的一个权利啊 他不卖便宜一点 对不对 卖的价格稍微高一点 你不买不就得了吗 这个市场是自由的 没人 没有谁能够控制谁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个意见 但是你这个意见 别人可以不采纳 如果别人不采纳 你就要一直骂 这就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这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市场 啊 这个大家都有自由的定价权 你可以说他的成本只有一块钱 那非得要卖一万块钱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不买 他不就改了吗 那非得要这么干 这么搞 而且搞到中国的 一家算是不小的企业 小米一定点办法都没有 哪怕其实那个网红没有 没有多少的一个道理 对不对 可是呢 小米愣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来应对 而且自己的汽车 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到现在不敢定价 你就知道这个事件 他可笑的一个地方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 中国的这帮企业是不敢出格的 对不对 如果小米使用什么律师团啊 把那个网红告上法庭 使用烂诉的手段 然后的话折腾这个网红 这个舆论又得又得再起来一波 对你大企业又欺负啊 又欺负老百姓了 所以说呢 从啊中美的这种新闻事件 大家就可以看到中美的一个区别 美国呢 是不允许你抖音代表啊 一般的美国的老百姓来发声的 必须要操纵 必须要过滤 你不允许我啊 影响你抖音里面的内容 我就反复的折腾你 你是不是中国人呢 你对于儿童产生了啊 这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然后的话我要签署法案 我就要通过 我就要让你的这个母公司啊 这个字节跳动 出售你这个抖音 对不对 TikTok 我就要让你出售这个 你不听还不行 大家发现没 这就是中美的一个区别 那讲到这儿 我相信有些人还不仆气啊 那中国这个言论就是管控啊 你这应习 这不是应习的一个问题啊 在中国国内 大家发现没有 只要你这个遵守法律啊 只要你别玩那种意识形态 只要你别天天的老想着 搞点大事 对不对 你弄点什么 这个鼠头鸭脖呀 你针对小米来回的折腾啊 你不会有任何的一个问题啊 可是这种事情 你放在美国就不可能 一个个人 对不对 而且在 在没有那么十足的一个道理的一个情况底下 折腾一家美国的大企业 而且给这家企业的正常运营 确实造成了影响 这家大企业 你看他会束手无策吗 他有各种手段来折腾你啊 无论是从媒体的 还是从法律的 人家有一百种方案 对不对 弄死你啊 可是在中国呢 你就得受着 对不对 你就得忍着 一般的老百姓是不能够被你来回的折腾的 不管你是使用烂诉的 然后还是使用媒体的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中美完完全就不一样的一个现象 最开始跟大家讲 美国政府为什么那么在乎 这个抖音 而且美国政府到底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现在整体的海外媒体的那个表现啊 然后大家就知道美国政府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比如最近啊 针对中国的啊 对于中国的两会吧 各种各样的一些消息啊 纷纷扰扰 比如说啊 提到啊 说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个总理不开这个不开记者会了 代表着中国独裁了 对不对 中国啊 这个极致独裁 对不对 一言堂 一言堂啊 只能一个人发声 总理不能够出来说话了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 无论是海外的媒体还是一些啊 自媒体通通都是这种观点 大家不觉得这种观点特别的降致吗 你要相信这种观点 你是不是有点侮辱自己的智商 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啊 我就想提问一个问题啊 啊 中国独裁 那是从今天从两会开始吗 啊 放在美国媒体 放在这个海外的自媒体的嘴里面 那中国这个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打成立那一天开始就是独裁的 怎么这现在 现在好像变得一惊一乍了 对不对 好像啊 这个总理开记者会的时候 代表中国很好很棒 对不对 以前也没见着你海外的媒体夸过呀 怎么走到现在 因为一场记者会啊 然后他不夸中国了 骂中国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家不觉得这很愚蠢吗 而且无论是海外的媒体 还是海外的自媒体都在说 什么中国的以前的这个 这个领导班子很好 哪好呢 比如说啊 什么 这个总理跟这个主席啊 然后呢 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一个阵营 对不对 大家可以互相的牵制啊 如何如何的 我就想请问一下 他不管再分属什么什么阵营 玩那种红枪密室啊 玩那种听床师的那种手段呢 不管怎么样 大家想一想 他不都是共产党员吗 无论是总理 还是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国家的主席 哪个不是共产党员 你说这个派 那个派有个毛用啊 对不对 比如说还有什么 说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啊 那现在啊 这已经没有独立性了 中国的外交部 没有独立性 你是在开我的玩笑吗 中国的外交部的部长 不是共产党员吗 一说中国的外交部 现在被共产党关起来了 这就是最近海外媒体 以及海外的自媒体 所要表述的一些内容啊 对不对 中国的外交部的部长 哪一任不是共产党员 你告诉我 总而言之 大家发现没 就特别的弱智 然后的话 就这种消息 在所有的海外的这些媒体上面 传播的那叫一个广 然后从而延伸到海外的自媒体里面 说的那叫一个嗨 说的有鼻子有眼 可是你稍微的往前去想一想 对不对 这个事情不可笑吗 然后的话 难不成只有啊 现在在中国的领导人 习近平这一届 中国独裁了 以前都不独裁 是吗 在你美国人的嘴里边 中国以前是好的了 对不对 江泽民在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骂江泽民的 胡锦涛在的时候 你们怎么骂胡锦涛的 到现在我都记得 对不对 折腾江泽民的时候 就什么啊 这个 这个什么 什么突乃义 对不对 那段视频传的多广啊 然后胡锦涛在的时候 说胡锦涛啊 筷子手 都在柜子手 然后当年在西藏 干了些什么事 干了些什么事 怎么走到现在 这以前的人 好像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啊 以前的好像都是 充满了自由民主的信念的 中国的国家的领导人 到了现在就不成事了 你传播这种愚蠢的消息 干嘛呢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 就是就是说 稍微有点思考能力 对于自己的智商 有点自信的一些人 你根本就看不进去 他们的内容了 到现在 还以为自己挺美呢 对不对 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啊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上的一些东西 你不觉得你自己 就是个蠢货吗 你自己相信 你自己做的新闻吗 对不对 中国就是个魔窟 对中国人呢 就是青面獠牙 你们做了多少这种新闻了 假新闻一大堆啊 之前跟大家举过例子啊 对不对 再跟大家举点 比如说新疆 什么强迫的劳动 什么种族的灭绝 这种新闻 你们传的少啊 蠢不蠢 蠢不蠢 对不对 动动脑子 你都能够知道 这些新闻的消息是真是假 可是人家就愣做呀 对不对 为什么中国的总理李强 取消了这个 这个记者会 为什么两会 没有总理记者会了 你们天天这么做新闻 我离你才有鬼啊 还是那句话 你自己都不尊重 你自己的智商 对不对啊 天天的玩啊 这种红枪的密室 听窗诗 天天的啊 油画 反正是总永远都不会好好说 油画永远就是啊 就是啊 就是那种小道消息 小报新闻的那种传播方式嘛 以前跟大家讲吧 前两天跟大家聊过 那叫什么呢 那是谁敲开了寡妇家的大门 对不对啊 天天玩的全都是这种手段 没有任何的消息的来源 就愣做 愣编呢 这就是美国人想要达成的一个目的啊 对不对 大家要重口一言 对不对 大家要啊 统一口径 中国就是好话坏 你告诉我新闻自由在哪里啊 对不对 你告诉我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言论自由到底在哪里啊 大家都得说出一样的话 必须符合美国价值观的话 对不对 必须符合美国 美国政府利益的话才是对的 哪怕这个话假到一言假 也得说 其实现在海外媒体针对中国政府 现在这种态度 大家以为赖中国吗 一说就是中国又战狼了 一说中国又这 中国又那 对不对 卢沙爷啊 住法国大使 前两天那个新闻讲的挺好 对不对 中国现在势头大象 你走起来 这地上都是颤子 你是藏不住了 什么掏光养毁 你真的是掏不住光 也养不住毁了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种状况 人家就是视你为仇寇 恨死你了 编着假话 众口一言 也得骂死你 对不对 不过现在美国也就剩那张嘴臭了 也就剩下那张嘴能骂了 其他的美国的硬实力 到底在哪呢 最近的另外一个消息 美国准备要去日本韩国造船了 为什么呢 美国自己没有造船能力了 日本韩国造船的能力加起来也不如中国呀 这就是美国现在遇到了一个困境啊 硬实力不成事了 又剩下那张嘴 可是剩下那张嘴又有鸟用啊 时间长了 大家都看透你了呀 这就是美国所标榜的东西 为什么大家越来越不信了 而且大家越来越存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对不对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态度的急转之下 也就代表着这些海外媒体啊 对待中国政府的这个态度的急转之下 其实是特朗普与中国打贸易战开始 新疆强迫劳动 新疆种族灭绝 就是很直接的一个代表啊 这样的一个新闻呢 对不对 海外媒体整体 整体舆论的风向全转了 总而言之 不管你中国怎么做都是错 对不对 你中国人喘气 你都是污染了空气啊 美国人喘气呢 对不对 美国人喘气那就是好棒棒 那就是啊 这个生命活力的一个象征 就像前两天跟大家聊 拜登的这个国情咨文一样 拜登在那啊炫耀啊 我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 从9%啊 降到了3%啊 我美国的经济啊 好棒棒 我美国伟大了 对不对 我美国崛起了 中国落后了 但是大家记不记得 前一段是美国海外的这些媒体 针对中国的经济说的那点话 你听得进去吗 什么通货紧缩 中国通货紧缩了 中国的经济要完了 这些消息做的跟真的一样 对不对 中国的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也就1%左右 高不到3% 低也就0.0%几 这就是中国的通货紧缩 你美国3%怎么不说 怎么不说自己通货紧缩呀 对不对 你越玩越证明自己是个垃圾 你越玩越证明自己所说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假的呀 美国就继续的这么搞下去 大家 大家觉得 看明白的人会越来越多呢 还是越来越少呢 我看到了 各位看到了 大家觉得 未来看到的人 是不是会变多呢 这就是美国的未来呀 美国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些价值观 一个一个垮掉啊 什么尊重个人财产 你问一问俄国人 美国人尊重个人财产吗 对不对 什么言论自由 新闻的自由是真是假呀 一个一个全垮掉 什么美国人 这个拥有 这个反抗暴政的权利 持枪 反抗暴政的权利 你问一问 国会山的那些 特朗普的支持者 对不对 慢慢慢慢 美国所做的一切东西 都被大家看透啊 美国 未来到底在哪 这个国家 大家觉得 还有任何的希望吗 为什么说 这是帝国的黄昏呢 赖不得别人了 美国自己几十年 打造下来的口碑 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边 还剩多少 好口碑啊 大家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期啊 就留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好口碑啊 好口碑啊 好口碑啊